今天的发烧话题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 不仅是台美断交40年来 访台层级最高 也是6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 美国内阁官员 而这其中有很多的小细节 都暗藏玄机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他所搭乘的 C-40B行政专机 不仅是属于副总统专机 还有空中办公室支撑 机上的设备 包括了军用通讯 语音通讯网络 可以提供机上的指挥官 随时的下达指令 而这回还罕见的 没有飞回日本冲绳基地待命 而是直接留在 跟美国并没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台湾 来过夜 都引发了举事 对于这次的访台事件 还有这架专机的高度关注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9号下午4点48分 降落松山机场 搭乘的美国空军C-40B行政专机 水蓝色配上白色机身 尾翼7有美国国旗 编号腰洞洞四洞 还是最新改良型属副总统专机 阿扎尔抵台之后 专机罕见的继续流下来过夜 其实美军军机 一般不太在非邦交国停留 通常会非反冲绳待命 官员离台当天又飞回来 因此在台过夜或整补 别具意义 无料跟人员作业成本上来讲 的确让美方可能觉得 可以选择在松山过夜的话 会比较好 大概12 3年以前 那美方就默默的让他的专机 可以在台北过夜 C-40B专攻美国部长级或国会议员大臣 有网路电话卫星等设备 还有厨房以及附加办公台的商务舱座位 甚至配有高度加密的军用通讯 高阶将领能指挥部队 阁员也能决行机密业务 因此有空中办公室支撑 有非常强 而且非常及时性的这个指管通勤系统 可以瞬间的对战场下达命令 天线的数量来推测 他应该可以让在机上的这些重要官员呢 可以直接跟比如说华府或是五角大厦 应该是可以直接进行视讯会议的 但是说要到指挥作战来说可能还没有办法 如今美台关系升温 阿扎尔搭乘高规格的专机访台 或许也能凸显出对这次台湾型的重视 谢谢陈勇 刘宇俊 台北报道